我先講一下就是新北市二十九區 這個也不是新的事情 很多路感一樣 新北包括高雄 很多地方都是這樣 就是很多的路走一走 其實都進到另外一個區域 其實那沒有什麼很特別的事情 委員讓我告訴你喔 好像他是第一天 新北走一走還會走到台北喔 你知道這件事嗎 歡迎進入台北市 這有什麼好奇怪的嗎 就是難道他是第一天 第一天在新北住嗎 還是這有什麼好奇怪 就是為了要趁新北 而硬要去講這些 這個有什麼意義 就是說而且更換現在已經成為直轄市了 為什麼要成為直轄市 就希望讓每個區是由市長 可以去掌握來做整體性的規劃 所以我真的覺得 黃國昌真的是想新北市長想瘋了 只要能夠蹭到新北 能夠講新北的都矛起來 盡量講 那這個我認為也是 黃國昌現在出的最大問題 我在立法院的時候 常委在廁所遇到他 但是我們從來不會去聊 他會在你隔壁嗎 因為有兩個位置 所以基本上我們都會那個 因為我很怕他們每次又 萬一在後面又說 你操什麼隊啊 對啊 對 他最近的情緒狀況很不穩定 所以我常覺得說奇怪 就是說你在廁所裡面 也可以跟人家聊這個 更何況李明星我們常 有時候上節目遇到 我跟他會在廁所聊天 但是我們不會聊這種 你要接做什麼 李明星你改天要不要選什麼 我要選什麼 我們不會去聊這種很私人的 你要頂多聊 那最近副議案到底怎麼樣 會怎麼發展什麼 頂多大家聊這種比較國家大想 他是想新北想到要開玩笑這樣嗎 對 所以你看到他 思思念念的想的 你看以前在跟雲林的 張家俊的時候也聊 新北 他一直在關心的是 國民黨會禮讓他 國民黨會不會跟他做民調 讓國民黨跟民眾黨 我再次告訴你 這是不可能的事 因為國民黨是大黨 而且國民黨在新北京 二十年的執政了 他怎麼可能禮讓 給你民眾的排參選 毫無任何的理由可能性 我可以跟你講 根本絕對不可能 你不用問任何人 任何人都會告訴你 絕對不可能 因為國民黨在這地方 你執政二十年 而且又是現有的執政黨 他怎麼可能禮讓給你黃國唱 你要嘛 也是加入國民黨 去跟他做那個黨內出現 說不定還有一點點機會 你要不要加入人家 還不見得考慮 你要進來的目的是什麼 你高誇幾個黨的 大家不會怕嗎 就是說你要做的也是這條路 你整天在問人家說 會不會給你 你問任何人都一樣 我認為任何國民黨的黨員 都會告訴你 這是不可能的 因為國民黨 因為從他黨內提出人選出來 怎麼可能禮讓 那黃國唱 思思念念的就想著 所以才會出現很多 到處在問啊 到廁所去跟人家問這個 就是 我想也知道啦 李明選怎麼可能問這個 想也知道李明選 一定是我們內部 國民黨內自己提自己的人選 然後未來跟民進黨去對決嘛 藍綠對決 怎麼可能 我主動去問你 黃國唱你要不要選啊 我們來考慮看看 要不要禮讓的問題 哪有可能 這是不可能是 所以這事情 一定是黃國唱自己去引起 那引起了之後 自己又不敢承認 所以就笑笑的過去 那我要講黃國唱 這段時間的 荒腔左板都這樣 柯文哲本來希望是 民眾黨走第三路線 包括黃珊珊 遊走中間 對 因為你要在藍綠中 找出你的第三的空間 才是你的唯一的一條出路 你如果變成是小藍的話 那投藍的就好了 投國民黨就好 幹嘛投給你啊 所以他必然是要走第三路 但是黃國唱的角度 他還希望是 最好你國民黨很喜歡我 將來有一天 會禮讓給我啦 或者是會收納我進去 讓我機會來參選 這是對他來說 政治生命上 能夠延續的方法 也是唯一的方法 所以他不斷想 所以你看他在立法院的狀況 他有時候比國民黨還衝 衝得跟真的像 傅文哲的小弟一樣 毛起來衝 國民黨內很多人 可能都覺得不需要這麼衝吧 他們都有時候還會認為說 那可以啊 這可以討論一下 不行 黃國昌就堅持不行 這不能就是要這麼做 最高機密 最高的這個 不能夠隨便被指導 包括整個處理很多的 這些問題的時候 我們看到黃珊珊 有時候還會在表決的時候 在我們前面四天的表決 黃珊珊也說會離席 他可能覺得 為什麼要把整個政黨拉成了 跟國民黨完全一樣的 我認為他們內部 其實是有兩個不同的路線在走 可是黃國昌很堅持 包括這一次 你看記者會很少看到 才三個人而已 黨團的三長 講的三個不一樣的模式 一個要走街頭去說明路線 一個是要走電視辯論路線 一個在立法院的 好歹你也在上 這個記者會前 先三個人對一下 我們帶著主軸是要講什麼 然後三個人講的不一樣 最後才說 我們回去再調調看 就是說這是完全的看出來 民眾內部出現很大的矛盾 那如果你要真的要做 電視的討論 說實在的 那你一種不回到立法院內做討論 更好的一個方式 因為事實上都還有限制時間 你在委員會內討論或院會討論 都是更實際的方法 那至於為了下鄉 下鄉是因為後來 因為走到這個複議階段的時候 各政黨當然會想要比照 類似像過去公投那樣的做法 讓人民更加了解 很多人坦白講到現在還是不太清楚 為什麼講國會改革 為什麼講國會擴權 為什麼講國會爛權 為什麼大家搞不清楚 所以才會希望去講 那藍綠都用這樣走 那但是黃國昌想要這樣走 路線也不意外 因為他跟國民黨貼近 所以最好在講的時候 國民黨的場子 也會讓他去講一下 國跟國藍白合作 那我們都知道 這個民眾黨基層 是沒有什麼實力的 但國民黨基層實力是在的 那如果這個場子搭起來了 讓黃國昌去講一講 哇他對他說他當然很重要 所以我說黃國昌所 思思念念想的 都是在自己未來的政治路 跟新北市長 但是我還是要強調 你這個其實是不可能成功的 因為國民黨絕對不會離讓 但是你這樣的意圖 只會讓未來民眾黨路越走越小 那副議案現在已經送進來了 那個總統核准了之後 送進來 昨天進來之後 其實兩個禮拜 十五天要完成 所以照這樣持續走的話 禮拜五進來院會之後 有可能就會由全院委員會 然後要求總派來做說明 報告跟質詢 那接下來就可能在二十五號 要來進行表決 那我相信這個大概是 這段時間 我想藍綠白 都會各自去跟人民去訴求 也希望最後再爭取 五十一席 民黨五十一席 如果爭取到六席的支持的話 就有機會讓這個副議能夠成功 好 全台絕無僅有 政論婦女黨 上公上一部 好 刻在我心裡的 忘記了 所有的小草要七點半上班 林桃給五七點半給你清水嗎 感謝支持 全台灣最歡樂 這是含金量最高的直播政論節目 橫橫抖內幕 收視狂開紅盤 網路播放量突破2000萬次 現在我要發出奶粉招集令 週一到週五 下午兩點到四點 紅奶魚 奶球 一起抖起來 什麼你下午的直播沒有跟上 不用怕 廣間十二點 友善字幕版 等你一起來